彰化新立体育馆篮球场今天特别不遗忘 球场上面出了十部轮椅 这些身上选手不管是传球啦或是射篮啦 动作都十分的流畅 让一盘的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而这场比赛原来是要为本周六日举行的 2013旭日杯全球轮椅篮球比赛暖身 希望大家都时候一起去帮他们加油 彰化新立体育馆篮球场上十部轮椅飞快滑行 来自彰化身心障碍篮球好手以轮椅代步 传球征求灵活矫健赛况激烈 也为2013年续日杯全国轮椅篮球比赛暖身 轮椅篮球不仅讲究速度默契与技巧 运球射篮妙传或假动作 轮椅球员毫不逊色 速度更快冲击也更猛烈 获得轮椅篮球国家代表选手刘淑玉 罹患小儿麻痹 他练出强壮的上半身肌肉 也把轮椅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 单手推轮椅或移位 用手来运球传球 动作不仅流畅且威力惊人 市长邱建復表示经过这些比赛不仅能增加选手的比赛经历 也能开拓他们的人生视野为生命加值 联合报郭声文彰化报导 所以觉得做法肯定是正清洗开始 关于是对河农射腹分享 算是要想让的 哪里的条件 我们还能能像是超级iau